大家好,現在是2018年 我又說錯話 2019年1月1日新年的第一天 洛杉磯時間 今天我出來這個環區 幫小洋兩人在外面吃飯 在超市買了一瓶紅酒 大概是9-10元 拿進去喝紅酒 炒了兩個菜 大概是午飯時間 便宜一點 兩個人吃了大概有16元的雞 有湯菜、有禮湯菜 自己喝了紅酒 我吃了兩瓶飯 喝了兩口紅酒 大概坐了一個多小時之後 現在就準備回家了 回家的過程中 小洋說出去超市買菜 今晚回家吃火鍋之類的 我一個人在一部車 做節目 我覺得有時候做節目是不錯的 你不分什麼時間段 我在一部車 一個人在這裡等也好 都可以在這裡 分享一下我自己今天的心得 分享一下自己的心情 或者先頭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是出來吃個午飯 在一部車裡 因為我喝了酒 我一會兒就不會開車 少有開車 我通常不會喝酒或開車 所以 我就 做乘客 或者 董事長應有的特權 我有個司機 所以 出到來 橫街 熱頭都很猛 加之縣 我穿了這件 厚厚的 那種 皮衣 皮衣 都是我妹夫送給我的 這件衣 很適合我穿的 覺得很嫩 很嫩 嗯 特別覺得有些型 有些 型仔 那現在 我在這部車裡 等小樣的過程中 我戴帽子 又戴眼鏡 曬著太陽 曬得像白人一樣 這樣 那 就是 很有 特別的意義性 是不是有些意義的 嘿嘿 所以 紀錄生活 都是一種 非常美好的事情 那我越來越喜歡這種 是可以在 一種點點滴滴的時間之中 都是可以 做一種 那種 綠像 那種 那種 生活紀錄 那種 那種 這件事是 當你是 習慣了 喜歡上了 你就覺得 它就 呈現出一種 好的 那種 那種感覺 好比 打個比喻 那 如果你是 學 英文 那 你學的時候 肯定是很難學的 那 你可能要花很多 花很多腦筋 去 去背 那 那 當你學 學了 慢慢慢慢 掌握的單詞 多了的話 那你就會很想 說 你 用英文去說 那 你就覺得 就是 學英文的一種樂趣 就是 同樣的 拍攝 都一樣的 當你剛剛去拍攝的時候 你都覺得 你 很難為情 或者你 不知道 因為你不知道 你需要說些什麼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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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你是 耳口一定是習慣 那 之後呢 你會覺得 就是 你 體會到 一種 視頻 是一種工具 你 記錄生活上 那些 生活上的 點點滴滴的時候 那 你再都 不會覺得 視頻 是一種 一種 很難為情的 東西 甚至 不知道 你拍視頻 究竟是 你想說些什麼 你 就是 很隨意性 好像我那樣 很隨意性 在車子 等人 這個五分鐘 的時間 那 那 你將自己的 那些事情 就是 說一說 這樣 這件事 是 非常 好的事情 當然呢 你要拍視頻 當然呢 有一個群體的 你 是需要 你 你拍視頻 你是一種 有種 什麼心態 在那 你要拍視頻 起碼 有一種心態 那 我現在 就是 因為 我在 洛杉磯 我有 五年時間 沒有 回到 廣州的 大陸那邊 那 或者我是 在熱國他鄉 這樣 用這種方式 去 講解一下 我在 那麼 遠 水路 西半球的 一邊 的 我 在洛杉磯 是 做什麼 那 正因為 你少見 那 那 那 你可能 或者 就是 啊 這麼多年 沒有見面 那 你很想 看看 曾經 認識的人 究竟在 這個 洛杉磯 做什麼 那這個事情 是一種動機來的 不一種動機來的 那 你可以覺得 的 trees 還 大概 是 那 現在 我要主動 przest 好 小 put 這 就會比 那 有一手 正 所以 就 你就 一樣 不要 一些 一些 那我們 雷 是 瑞爾世紀 影小 add 公司的 總 現在駕車 行不行? 不用煞車的 你不用拎 好了 嗨 好了 先停頓一下這個視頻 關了記事後再穿起來 現在就借回家 在這裡就是吃飯的 其實也不是叫餡茶 我當作餡茶時間 三點四十分 現在我兩個都還沒回去 現在我喝了一些紅酒 所以駕車就不要駕了 我就做乘客 做乘客就只會在這裡坐下 當然要坐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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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日,2019年 我還說,以後做節目的時候 就一定要是2019年了 就不要再2018年了 先剛才想說2018年了 現在就要起碼有一兩天時間的習慣 2019年的 報的時間 幫忙 多少號 這個時間很重要 因為我有時拍一些錄像 我要回去編輯 編輯我要拿一個日期 最好就是 將一個日期 這些都是講求經驗 20年前我拍錄像的時候 沒有說到那個日期出來 結果我就 怎樣也找不回我什麼時候拍的東西 好了,今天我戴帽子,好不好看? 看上去 都蠻好看的 有時我們做自媒體 有時你可以穿你的裝 你喜歡穿什麼裝 你將自己打扮成一個什麼類型的人 就是根據你自己的喜好特點 現在我戴帽子 戴帽子、戴帽子、戴帽子 戴帽子、戴帽子 去演診一下自己是一個正面的人 或是一個角色 現在已經是 這部車正在開 我可以在這裏做這節目 再去摸碎 請問看 老闆 銀河 現在走高速公路,10號 我永遠記得今天是新年,就是日子 吃飯那裡,我已經拍了大概半小時的視頻和場景 現在我又在車上,又在這裡拍一下 特別開心 時間記錄特別開心